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兩本書 我今早做了少許拍攝 不過已經忘了我們今早說了些甚麼 我記得今早看新聞 我不知道其他電視台有沒有 我只是看電線 我只是看電視台新聞說 一個挺漂亮的女士 她只有三個程度 但是她可以騙到一千多人 她說她用眼神來治病 但有人相信她 我只是想到一件事 原來女性是有這些魅力 或者魅力 去治病的人多數都是男士 她是Tommy 金梅真是女性當子強 真是厲害 所以女人要不可以拯救男人 要不可以害男人 我經常說 永遠都是背後那個 任你選擇一件事 阿Ling 我認識你很久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認識了二十幾年 但我們沒有變 你見過我們 所以 阿Ling也是一個傳奇女人 我認識她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是做主編的 雜誌主編的 不如我講 我認識Tommy 我認識Tommy Lee 那時候她已經很厲害了 我認識她妹妹 然後認識她 Tommy 不如說近期 他是設計師 他又叫做品牌醫生 不可以的品牌 交給她的手 就可以的 譬如有周生生 有1010 有 有 維康的首選 維康 還有 日本有很多品牌的 主要是 港日 對 港日 中國呢 內地 現在一定是中國 九七後 如果 都不中國就不行嗎 中國市場 當然 基數來計算是大 沒有 你就算是書 你知道嗎 你下一個目標 你一定是入大陸的 你的書 你不能說 是嗎 你本書可以入到的 你出版寫到 是 真的 他本書可以入到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政治 昨晚做到文媒報的老總 講男人 因為昨晚是亞洲洲人請吃飯 請香港知名作家吃飯 Tommy就沒來 剛才坐在我旁邊 他就拿著我一本書 就說 他意思是 入不入大陸 就真的 沒有天理了 這麼說 講得這麼嚴重 Anyway 我們講回今天的主題 講男講女 我也有少許交代 我轉了會 以前過往的二十四本書 之前有五本書 是明報出的 後來因為在經濟日報寫專欄 經濟日報又有自己出版社 於是我就很順利成章給了經濟日報 於是我就很順利成章給了經濟日報 於是就出了二十四本 到現在我也是經濟日報寫專欄 還有在頭條 但是轉了給萬利 因為好像在我們第一本 我是三月簽約 在這三個月裏出了兩本書 第一件事 我就覺得 我不想自己原地踏步 做女人 一定要找少許突破 你永遠都是這樣的話 你是會很悶的 那我就 自己想想 當時是沒有 萬利未找我 我自己想休息一下 到我離開後 幾個月後 我跟石鏡泉先生說 我暫時不想讓你們出書 我們休息一下 這是一七年的事 過了三個月 萬利就找我 總編在這裡 嘉琦 嘉琦以前是我們TVB的同事 第一是熟 第二是 她已經找了四個人來跟我談 那時候我覺得 那個誠意 我沒有試過 說很多很多 會怎樣做 我喜歡別人這樣 我喜歡別人很搶 你知道 我經常說 人生 生命苦短 我們永遠是跟這個時間競賽 你這一步 我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 今天 明天 可以做到的 你就馬上把握時間去做 我覺得所有人 不論是男還是女 都是這樣 於是 一談 我們立即 三月中 簽約 五月初 我們要出第一本 是為CD Super 那時候我們要拍照 我想想想 我除了有一些內容 是在專欄出現之外 要我再寫過 就出了很多題目給我 於是 寫了 寫到三個半夜 三個半夜 這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本身我自己 我有家庭 我要煮飯 剛才跟Tommy說 男士回到家裡 第一件事 最喜歡就是聞到這個飯香味 我真的是煮飯 我是沒有工人的 還有 你也知道我很重視運動 所以我是自己吸塵 洗廁所 抹地 洗衣服 全部都做了 我樣子不像 但是我出來都可以很Decent 我覺得 現代女性應該是可以 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 你在做家務的時候 你是出汗 我們經常說 中醫說的 你出汗就是排毒 微微但至出汗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汗淋 有時大汗淋 你過了火 你是對健康 反而不好 反而不好 所以我是令到自己 其實你 在這裡吸塵的時候 要吸地毯 你已經在這裡 哇 已經出到全身濕透了 之後你要洗澡 我是吸完塵之後 再要抹地 因為有時候 有些地方你吸不正 是不是 很難想說 阿Ling是煮飯婆 我還是崩崩 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 有一點是為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自己的形象 另外就是給下一輩看 因為有個兒子 將來他有家庭 男人永遠都是 我覺得是社會的動良 男女是不平等的 對不對 在座男士 你都希望你旁邊 或者將來你結婚的時候 你那個太太 都會跟你打理好所有的事情 打理好所有的事情 生而獄女 這個是重要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那個男士 哪個長命 我兩個 如果一下子 那個長命 我會怎樣 所以我經常說 女人永遠要準備自己 明白我說什麼 你其實一定要有個輔助 對男士來說 就算他有什麼 他都不會覺得遺憾 而且覺得他真的娶了一個好老婆 我要走了 知道自己要走了 有病 有癌症 剩下 這些小孩 我太太要拖著他們 要拉大他們 俗語是這樣說 但是我不覺得會很慘 會走得很安樂 因為他永遠都是後盾 而且很相信他會 令到家裡 搞得好 我時也覺得是這樣 人生就是無憾的 因為你和他結婚 你當然是有愛情才結婚 後來的吵架是後來的事 你拍拖的時候 你說很多動聽的事情 我答應了所有的事情 真的要做的 不是說到時候他這麼壞 然後出去管 坐去傻 不是 因為子女始終是自己 國家始終是自己 他真的去管 什麼是他的事 但是我要做回自己的責任 我認為是很好 可能因為我自己有信仰的關係 會不會呢 Tommy 因為自己是從小到大 都是這樣 就是 香港是 真的 很老實 從1997到現在 我很多朋友 很老實 都現在聞很多 但是到今天為止 我自己 bear in mind 其實我是 我的公司 是在1990年成立的 是1989年 6月4日之後 我才決定說我不走 我要在香港 我覺得會變 我覺得 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 會變 我會在這裡 我就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儘管 今天我們 我們香港有些低氣壓 我常常說 但是 某個程度上 我這裡 是在 中國地方 唯一一個 還是一個 宗教自由地方 在別處 就是過了那條河 我不知道 我不管 因為一國兩制 但是香港到今天為止 還是一個 自由 信仰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呢 跟Ling一樣 是很接近的 我是 天主教 學校長大的 學生 來的 當然 信仰 在我自己 我經常說 你如果真的有信仰 起碼 你就算做 壞人也好 你都 你頂上去做一個 壞人 你就不會壞得過份 就真的有底線 因為 今天裏面沒有信仰的人 是可以沒有底線地壞下去的 我覺得 喂 Ling 我反而 我會 我不如這樣 做個功課 就是本書問 對 稍後你才說我 雖然我是你的 guest 但是反而我想說一下你本書 好 因為這本書 男性顯本色 有一個書 我很有興趣 但是我看完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 不應該只是給男人 如果我看 我一定會給女人看 就是五屆 是 因為這個五屆 它說的 尤其中年男人 有五屆 我給你聽哪個五屆 但實際上 這五屆同時間 我覺得所有的女性都很適合 不僅實用 真的要很重要 第一屆 戒多食 男人 到了中年之後 真的 新陳代謝 特別容易胖 所以你說 不要胖 Ling 你怎麼看女性呢? 我覺得女性 更加要戒這件事 肥有些是天生的 因為她那個 DNA問題 DNA問題 有些真的 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她真的很喜歡吃 有些好食爛飛的感覺 好食爛飛 就說一些小鳥 喜歡吃 吃到肥了 飛不起 就是蘭菲 那我就 真的很討厭 我看到這件事 即食 民意食為天 或者食為仙 我覺得是好 但是 很多時候 在Facebook 你見到 那些女士都說 今晚又大飲大食 今晚又去哪裏 去拍攝生日 我覺得 有點厭 而且 除了食 我們除了食之外 還有些甚麼呢? 是吧? 那你吃得來 你有節制 我覺得是OK 但是有些人吃得來 是沒有節制 那你吃到 本來很年輕 就變成一個肥司拉 以她的年紀 三十多 或者四十歲 不應該是這樣的體型 但她已經變了 好像譯書說 三條士啤胎 男人是特別容易的 因為 在我所認識的 二十三十歲的 男性朋友 一到四十歲 每個人都肥頭得意 軟頭的 然後士啤胎 我經常說 男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保持到六塊腹肌 因為那個犧牲太大了 有一點兒可愛的 我們稱為寶寶富人 沒有問題 但是一旦太肥 就全部都倒下 病 本身人的精力 一直降低 但是用我男人的角度去解釋 你講男人,我講女人 因為這個世界只有兩個選擇 你不是男人女人 其實女人是要戒肥,戒得更加重要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認識一個朋友 當天在我們整個朋友圈裡面 是萬人迷來的 總而言之 有錢的那班一定是經常聘請她去球 沒有錢的那班就是女神 拍完照片放在電話上 每天崇拜,在蒙拜那隻 真的 每一次見她 從頭到腳很棒 沒有多一份肥肉 穿衣服很匹配 剛剛就搞定了 認識一個好男人 結婚了 兩年後見到她 肥了50% 那個已經不是叫baby fat 妝人化 那件衣服好像已經有一點 你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搞定了 她還需要這樣做 上了暗 祝你好運 最好沒事 否則 用我的估計 沒有三年 你一定會出事 出事就是有另一個 對 不,因為 男人 我經常說 男人屬於一種很膚淺的動物 女人看男人 女人立即假裝點頭 男士就笑 對 女人看男人 就是看男人後面的東西 她的個性 她有沒有財華 有沒有錢 是會看這些去做一種標準的 不會理會你的樣子 很少 當然 十四歲當然要寒 寒風 但是男人和女人 我剛才說的膚淺就是 不是看後面 而是看前面 你前面有什麼 就是那幾件事 所以我說 她能感受到你 吸引到你 在前面 現在你把那件事放棄 對於你老公是一種惡夢 我在我的職場裏 我發現有一個很不公平的情況 但是沒有辦法 這是事實 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在職場裏面 被人認識 很多女人去說男人的時候 就會說 那個… 剛才你介紹 嘉琪 嘉琪是我TVB的舊同事 一定是把她的工作 她把卡片 名片放在那裡 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萬里出版的老闆 又是說那個工作 是要說那件事 你很少說 誰說 那四天英俊 不會說這件事 但是慘 看男人不看英俊 但當一群老人走在一起 說 昨天我們吃飯 同桌的那個 那個長腳 那個 連她在哪裡做 你都忘記了 她叫Mary 或Cherry 不記得 她只記得長腳那個 或者那個娃娃妝 很可愛的那個 就是說 前面 前面 不是說後面 當女人去形容男人的時候 就會說後面 即是說 第一屆 我們剛剛在說董事長 對 你不會說 那個人做出版的帥哥 你不會用這個名字去形容他 你會說 那個 出版社的 哪家出版社的老闆 聽來是很不公平 但實際上 在整個父權社會 發展到今天 無論在中國好 在香港好 就算去到日本 美國 原來都是這樣 男人的區別 很多時候他們 即是 我經常在那裡 我有一晚在CNN 特朗普 是的 我就是看到他 他訪問他的時候 就繼續說回 這是一個舊的訪問 他是說回他認識人的經驗 他很記得 這個總統的記憶 跟金魚沒有什麼分別 是五秒 他忘記了 他終於記得 那個女生身材很好 但我真的忘記了 是哪家報館 訪問完後 是哪家報社 他完全忘記 他只記得前面那些 我心想 當然這個總統是特別奇怪的 但實際上 原來男性 很多都是這麼奇怪的 所以我說 第一屆 你說的五屆 我看完之後 我說 同時間 不是比男人 是比女性更加重要 所以大家 很肥 健康地肥 健康地肥 不是 我喜歡肥人 是嗎 有點肉 太瘦的女人 也不太好 五花腩也可以 哈哈 第二屆呢 這個也很棒 真的很棒 既發怒 我覺得 男人 男人 容易發怒 當然 他跟他自己本身的 那個 開蒙的 新神代罪很有關係 甚至乎 跟他自己本身的男性 所謂 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 有些事情很小事 還要拍桌 跟女生出街 有時候 可能在餐廳有一點 招呼到沒有 他就已經 發了一個紅威出來 真的有這些 所以你會留意到 那些企鵝 紅絲 特別是威風淡淡 永遠在旁邊 因為有隻雞 是啊 那些流浪的紅絲 兩隻的紅絲 很渠喪 躲下頭 但如果旁邊有一隻獅子鵝 生意失敗 對 生意失敗 旁邊有一隻獅子鵝就不同了 那些企鵝很好 好像很奇怪 原來被類動物 大部分都是這樣 男人如是 是嗎 男人所以旁邊 一定要有一個女人 男人才會企鵝 不是 我反而覺得 正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女人 你就能看到這個男人的真本性 如果因為那個女人在旁邊 突然間那時候才變成男人 才突然間變成一隻紅豆豆 那就死了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不是真本性 甚至乎因此而發怒 好了 女人發怒也是一個問題 你不留意男人發怒是因為有一個女人在旁邊 但女人發怒是不需要男人的 是可以很自然的 但是那個破壞性很強的 可以 所以我說 我看完之後 即是那些都掃了桌子 對 掃桌子 你留意一下 對 都是因為那個男人令到他掃桌子 收了個電話 說外面又有誰 有個邪花在那裡 那些邪花在一起 那個是不是都會發怒的 不是 這件事我留意到 即是在社會動態裡面 現今的香港女性 我不喜歡用港女 香港女性 因為港女真的很難聽 有一點 就是慢慢形成香港的新聞化 其實是不好的 是投訴文化 很容易生氣 是投訴 在酒店的Lobby Rezeption要久一點要投訴 吃飯要見經 投訴 那都是女性 你覺得什麼 旁邊沒有男人的 女性是喜歡投訴 就是容易因此而發怒 你會留意現在 當然 當然,講到時間,我自己的那本《97件影響李永泉的書》 我是解釋了什麼時候這種文化的出現 想不想知道什麼時候? 當然想知道,大家都想知道 以前的香港人是比較開朗的,包容的 無所謂,什麼都一樣 但是那種投訴文化慢慢形成了香港人的代表性文化 是源於什麼時候? 就是2003年 SARS? 沒錯,SARS之後 那時候香港有八年的低潮 我們面對一個所謂Depression 在那八年,經濟慢慢滑落 當然我不詳細說,那裡真的可以另辨一個話題 在那時候,我很記得中央做了一個很大的禮物給我們 就說,OK,我開放自由行 讓自由行下來 很多國省,更南部的,南邊下來 於是香港政府就要做一件事 就說,當我要迎接大量的國內遊客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提升我們的旅遊業 所以就找了一個人拍了一條廣告片 就是劉德華 那一條影片 那一條影片 是的,這樣的服務態度是不行的 一出了這條影片之後 這條影片的用意就是 我們要將我們的服務 或者服務性行業提高水平 而導致後來,由這個開始 每一個人只要不達到他心目中的所謂的標準 我就覺得你不對 你看看別人的劉德華都這樣說 我就投訴你 你想想,這是一個分水令來的 之前是沒有的 而後來慢慢慢慢越來越多 甚至乎連專業都變為服務性行業 醫生有事,被人投訴 是的,投訴,醫生有自己 而專業都變 而開始慢慢有一個很差的局面出來 就很多時候是為了一些小小的事 我就覺得你不對 我就撲你 我就撲你 我就見你上司 我就要見你 那麼這件事就令到… 在服務性行業 我是了解的 因為有一句說話很真的 誰給錢就誰是老闆 正因為這樣 你給錢的人… 但在專業世界 不是給錢的老闆 因為我是醫生 等於我去看醫生 我的行程也是一樣的 阿Ling 我呢 你是醫生,我是病人 我來見你的時候 我說不用 我給錢的 我是不是大了 不用要跟我… 誰給錢,誰說事 我知道我睡不著 我知道我失眠 你給我開一些失眠藥 我吃了幾年 如果你是一個有責任的醫生 你當然不會 你說不是 你的失眠很多原因 我先跟你掩驗血 或者跟你做個心電圖 再是不是跟我做個CAT scan 我才可以開藥給你 但是… 如果… 因為… 所謂的服務是等於一切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聽我的話 我不需要… 咦 這樣就大件事了 為什麼呢 你本身是一個專業 高等的專業的人士 就變…一下子變了什麼呢 你只是變成… 師井 不… 你變成萬寧裡面的售貨員而已 站在一個鏡頭上 你要什麼藥 我要散離通 行… 不就用散離通 你跟它有什麼分別呢 你的地位立刻掉了 而今天這段影片 就是我再說… 就是我猶發脾氣的東西 就是所謂叫投訴文化 投訴也是脾氣的一種 記住 是 引伸下去 其實這個轉變 很多時候大家不覺得 原來是來自… 就是將… 就是將這個… 這個我不能夠說是歪理 將這個服務… 變成… 放大得太大 變得真 而形成了每一個人以為… 因為這個我在國內 都經常聽到 這個是很流行的 就是說誰給錢 就是誰是王 我覺得… 就是… 就是我很不接受 就是…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說法的話…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見過這些客人的 他們給錢給我 那你怎麼拒絕的 或者… 沒有… 其實任何事情… 就算今天… 任何… 在經濟學裡面 有一種叫做對等交易 我用我有限的生命時間 換取去幫你 那是不是我應該有報酬呢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不會因為… 就是你給錢我 我就什麼都可以為你 這個對等交易 你認為我不… OK的 你就找別人 所以這個對等交易 無論是兩夫婦… 男女朋友 沒有說你擁有我 或我擁有你 就算客戶 或者你打工的上司也好 其實你一瞭解這個對等交易 你就不會說一句說話 就說 我不來幫忙 你就會餓死 是不可以說這句說話的 這個是極度不文明的 尤其是… 你是一個專業人士 我也是 我們應該在這方面 慢慢慢慢控制 而EQ 在這裡是最重要的 就是… 別人說 IQ很重要 就是你本身的個性 但是你成不成功 就看你的EQ 其實EQ很重要 重要於IQ 對嗎 EQ可以… 就是… 統治一切 看你的代人自明 就知道… 就是從你的EQ 有沒有EQ 所以有人說過 就是… 就是一個已故的文化交 他說 就是IQ 可以令… 可以令你失去幸福 IQ 你沒有EQ 你根本是失去一切 因為… 我們… 在人類歷史裡面 我們全部是屬於群… 即是群體生活的 我不是靠你 但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生活 我們是用…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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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和貓的交往 是靠甚麼? 是靠舔 所謂貓和貓 是永遠你舔我 我舔你 是靠他們本身的溝通 猫呢 是捉膝的 我和你捉膝 是的 我真的見過你 是的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其實對話 就是… 靠親 就是靠甚麼? 忍耐 無論你的愛女 你的朋友 老朋友 或者你的閨密 其實大家 只能夠有二十年 三十年 是靠甚麼? 是靠EQ 是靠忍耐 因為為甚麼?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或你認識我這麼久 我們當然有一些東西 你看不上眼 或者我們有一些東西 你不適合你的口味 你旁邊那個男人 你認識了他十年 你猜各樣東西 你都喜歡嗎 肯定是有東西不喜歡 肯定是 兩三天 你都沒有沖過涼 換了一條內褲去吧 但為甚麼你可以忍受他 就是因為忍耐他 如果你的意見… 孫子 如果你忍耐你那個… 戒發怒 容易發怒 那一刻你已經踢了他下床 翻臉了 睡天橋 你這麼骯髒 臭的 人是… 大家的關係… 原來是靠包容 是靠忍耐 不發怒 是EQ一個培養 所以… 男女不要發怒 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是 因為… 我為甚麼會寫說 不要發怒呢 其實是傷身 第一 第二就是… 一發怒的時候 可能都會引起一個女人 都發怒的 你發怒 尤其是現在的女性 那是靠包容 是靠包容 靠包容 你會生氣,我不會生氣 你大聲哭,我會哭你 那個一來一往 可能會大打出手 這件事 打不打我就不知道 不過… 確實 原來… EQ、法老這些… 我們有個… 我們有個字叫做靠包容 靠包容 其實是可以影響大家的 嗯 你沒有以為那種… 即是那個氣場不會影響 是絕對影響的 你的朋友 你的子女 你的隔離 我們經常說 想看這個人 你想了解他 你不用看他的 其實你看他隔離那個就知道 嗯 是很容易看的 你看他隔離那個 即所謂… 他究竟… 他是什麼… 即他是什麼圈子 什麼地位 看什麼呢 看他的朋友 他們的朋友全部黑社會 我都不相信他很多去哪裡 對不對 是吧 這個就是看朋友就知道這個人的地位 嗯 看他老婆 就看得到他自己本身的男人 他自己本身的修養 Quality Quality 就是看他老婆 就是如果你看到… 我是極度少見到一個成功人士出來很逃亡 突然間隔離那個好像整個… 旁邊那個又有大肚腩 大哥又不修飾 我也有一些這樣的朋友 我也勸過他 你這樣出來是令到他很… 這個跟… 男人又要面子 有些關係的 是 我忘了告訴你 是 那個結果是怎樣的 就是第一個發伴 那個… 就是肥了 萬人迷 後來離婚 對 真的 最後離婚 生了兩個之後 又不修身 又不… 真的很奇怪 很多時候女性都是這樣 妝都不化 就是得米 譬如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她年輕時的樣子好像王妃 中間婚戒頭髮這樣長 現在就是一個傻婆 是離婚的 雖然分了很多錢 她說 我很多時候都說 你分開了 分開… 你是被人要求離婚的 你當作是拋棄 家裡拋棄了就拋棄了 你要再… 在哪裡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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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得好看 她說 是呀… 我又學化妝又學甚麼 後來她終於學了甚麼 只是換了眼鏡 甚麼都沒有做 唉… 真的… 改變很大 每次換眼鏡 哈哈… 如果眼鏡可以改變你生活 改變你生命 大家一起配多兩隻 即是說她是懶 女人不可以懶 即是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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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面青青出來 你不覺得是甚麼 因為是看後面 剛才所說 但女人人要看前面 你一出來成一隻RU 你已經… 甚麼了 還有… 所以日本呢 日本的女性 是九成的女性 要化妝 是一定化妝 超級市場的都要化妝 即是她們認為有一個… 即她們不是說要漂亮 這件事很文明 真的很文明 這是禮貌 是的 她認為女性化妝是一種禮貌 如果女性一離開家出了街的話 不化妝是很不得體的 即是等於她認為甚麼呢 她認為即是等於穿衣服 女人出街會不會不穿衣服 是不會的 你不會大大尺 甚麼都會生氣 毛巾逛街 不會的 化妝隊來說 是人無一樣 所以… 即是… 在我們… 當然… 我經常說 在華人的化妝室 是有限的 所以我會覺得 扮得這麼漂亮做甚麼 不是的 其實是尊重自己 那個呢 是等於穿一件 decent 的衣服 即是棋利的衣服 出街 心態是一樣的 所以… 即是… 你看回… 當然我… 因為我在日本工作 所以我會比較了解 即是這個民族 為甚麼會這樣呢 有些… 她們的問題在哪裡 或者她們的… 最精彩的文化在哪裡 女性在日本的… 很多人都以為 女性的地位很低 在日本 錯 是高的 因為那些錢都給她的 沒錯 你知不知道 做男人 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地方的男人 你真的不要做 那個就是日本男人 是辛苦到… 即是來世不做… 不是… 日本男人 日本男人 過勞死 過勞死 全部你五屆 都犯了 在這裡 肥… 日本男人… 更容易憂鬱的 日本男人 在1987年 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那個憂鬱的死亡率高很多 但已經過了 自殺率 被另一個國家取代了 本來全世界的自殺率最高 的%是日本 現在不是了 是韓國 韓國終於有一件事 比日本人 就是自殺率高 男人自殺 是啊 因為在1990年代 那個經濟爆破之前 所有男人 你要記住 離婚率很低 因為 所有男人在外面做事 開事 一天做十四個小時 最後都會回家 因為 女性認為 如果男人去外面 無論是接客 去飲酒 跟朋友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為了你要背課 但是你的條件是甚麼呢 你要把九成的人工 被老婆拿著 在手 跟你當家 而給你一成 你很棒的 就去喝 喝也有一成 總而言之 不要沒有腳 就行了 你回來 所以在九十年代之前 我也是在日本做過的事 九十年代的日本 就是男人 他們退休之後 接著下一件事 是老婆叫離婚 很普遍 因為她辛苦了那麼久 那個女兒覺得 給自己一些自由 我認識的 有校長 有甚麼 很多 令你很震驚 六十多歲才要離婚 是女兒的要求 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的女兒 他們學習 很多時候學小提琴 有自己的時間 因為兒女大了 希望有自己的生活 男人就慘了 因為習慣了要依靠 那個女兒去持家 帶孩子 或者是做家務的事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憂鬱男人 你看到很多車站 躺在街上 其實她的背景不是很差的 但她喝醉了 在新宿那裡 蹦在柱子那裡 賴尿 在地車上賴尿 你沒辦法 因為日本人有一個 一個文化傳統 就是每一天 一定要在酒精內結束那一天 因為那個金屬城市的壓力 是太大了 所以令到日本人 每一次員工 一定要用 喝一杯酒 就是去麻醉自己 但是在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日本的這個失衡終於打破了 就開始沒有這種傳統出現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你當劉恩通訊的 日本的藝術主席 就是田中一綱 Eko Tanaka Tanaka就是喝醉了四組 就是在七十一歲 上午還在拍攝 這個三集 Itsumiyaki的劇集 那個Fashion Catalog 是 夜晚刻就是這樣 就是要喝酒 誰知道喝醉了 那時候在街上滑倒在街上 就掉了 不是 是失救的 沒有人來看他 睡在街上半個小時就離開了 這個是差不多日本的國寶來的 田中一綱 是 因為又是喝酒 所以那時候在日本 我經理人 我說 為何你們真的要每一天完結 完結了 要喝杯酒 一定要去錄錄錄 弄杯酒 就是因為壓力大 我們看劇集也是一樣 看警匪 警察劇集 它完結了 一定是在酒吧那裡完結的 然後旁邊就站著一個很漂亮的 穿着 kimono的女士 那些媽媽在那裡招呼 未必有什麼關係 但是就是一定要在那裡 因為日本人 是不喜歡 男人和男人對等 是不喜歡大家倒酒的 所以為何會出現了 所謂日式的這些酒吧 就是一定有個女性幫她倒酒 除非一件事 除非你是前輩 我是後輩 那我就幫你倒酒 Sambay Sambay 是的 你是Sambay 但如果大家是平輩的話 基本上就沒得到 所以就一定要找一些 所謂日式的 無論是Bar、Club、Karroke 就認成了這個文化 好,我們休息一會 其實這個休息是讓大家問問題 或者你們可以抒發一下 我們說的東西未必是你們想聽到的 或者你們覺得男女的關係不是這樣的 那你們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因為你們問完之後 我們繼續要五屆 因為第三屆更可怕 叫做戒中辱 這個難教 這個難教 你不是問我,我已經問你了 好嗎? Sambay 你有甚麼要跟我們分享呢? 在男女的關係 Sam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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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是戒中辱的 這個 其實我已經受到五屆 不是你們的五屆 其實是宗教上的 其實都是做一些不好的行為 其實再聽兩屆 聽了兩屆就開始更害怕 還要多受兩屆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自己輸不起的 或者真的 可能我的身份特別了 因為我經常都跑去玩 其實 你玩甚麼? 去跑沙漠那些 我經常去練習 因為她是極地長跑手 我最記得一次 我回到家裡流眼淚 就是我練跑 原來我練到十多小時回家 我老婆原來在等我吃飯 那時候的孩子還在我讀書 她飯也沒吃 就等我回來 那一刻 很令我改變了我跟著往後的生活 真的有時間 你怎麼改變 盡量回來陪她 陪著我現在沒有去比賽 我就說 星期六、星期日那些 盡量陪她 我有行路那些 我也不會去教主 盡量去陪她 因為大家的身體 也不是太理想 還有多少生活時間 希望盡量開心一點 走下去 即是那碗飯也很重要 如果這麼廣泛 那碗飯也很重要 即是那些女的 又會等男的 甚麼飯我聽不到 那碗飯原來這麼重要 可以令到你感動 不是她說是等的 其實是等的 不是那碗飯 其實這件事我有做過的 我是懂得煮飯的 都可以的 是可以的 其實小朋友那些 我都教 現在男生我都教他們煮飯 你不煮飯 你不可以教女生煮飯給你吃 其實應該要… 是不是這樣 要學會的 其實任何人都要懂得做家務 其實不只是女性做 男性都要做 即是你再看10年後 香港懂得煮飯的女性 我想到聊聊可嫂 要是大家在街上吃 這群人怎麼看都要吃 有很多年輕 有很多年輕 譬如我在家煮飯 Tommy、San Sir 我有一些都是給下一代看的 都是讓他們可以… 即是家裡是大家的 不是傭人的 不是傭人的 現在就是全部都給傭人的 我的兒子是中四的時候 開始沒有傭人 我又開始不做全職 來分配自己的時間 他可以的 譬如我們叫他去買米 買醬油 他願意去做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角色 不是很喜歡洗碗 我發現一件事 男人很討厭洗碗 是嗎? 我已經過了 你…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煮飯 你喜歡洗碗嗎? 一腳踢的 我是一件事不喜歡 我真的不喜歡 我不喜歡拖地 我只差這件事 不是… 你說我洗碗洗碗 拖地也有藝術的 不是就這樣… 我麻煩這件事 在那裡弄謀符就算了 但是煮飯就是… 你用什麼去拖 煮飯是一個很大的興趣 那男人… 煮飯是對我們來說 對我自己 是一個很大的減壓時間 因為那幾個小時 基本上已經擺下了我的工作和身分 我只是想著應該怎樣做 怎樣做 還有我喜歡做一些比較難度高的菜式 那些菜式 所以你叫我做個炒飯 我好像沒什麼 公仔麵加兩隻蛋 我就總是想著… 那我不會吃公仔麵 對 譬如說 很簡單 我很喜歡吃意大利的食物 是 Risorto 是我自己一個很拿手的菜式 做Risorto 接著大家 對 但是原來… 但是我解釋給你聽 Risorto可以征服很多朋友 是嗎? 我的朋友來我那裡吃飯 真的做了之後 大家真的當成是意大利廚 其實不是很難做的 大家聽到 你找到米 找到糕湯 那就不一定好吃 但是這些看來好像難度 因為為什麼做意大利廚都會吃 你就想多一點 好像不是 好像難度高 一做得到 大家就會覺得… 很甜 你的感情生活會不會增加 起碼是20年 好 我們找第二個… Jerry Jerry有話要說 是Jerry HELLO LING 姐 HELLO TOMMY 你們好 你們兩位其實都很厲害 男士Tommy就是我們的偶像 就是建立很成功的事業上 Ling 姐也是女性的典範 又保持得好 又教人家保養 進廚房出廳堂 還做女作家 其實都很厲害 我也想問問兩位 其實我們在你本書裡 都看到很多 關於一些美容 一些保養的東西 其實外在外 都可能在你本書裡 都吸取了很多知識 其實內在方面 如何令自己這麼健康 看你們兩位 其實由內美到外美 其實如何可以做到的呢 這個… 漂亮 這個合作 幾個壞人 因為我也喜歡漂亮的 就是這件事 看到了… 看到了… 她自己也很漂亮 對 漂亮… 我覺得其實開心是一種漂亮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開心 是會有甚麼叫… 甚麼叫… 安多芬 來營養你 營養你整個人 還有我們一笑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練習中… 即是在動動中… 有七條肌肉那麼多 其實這個已經令到你會少皺紋 有些人說 笑得多 豈不是容易出皺紋 其實不是的 看看你怎樣笑 如果你真的從心裡笑出來 其實你是發現自己 有很多困難 你可以面對到的 笑傲江湖 笑看世界 有甚麼… 過了今天…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是吧 有些甚麼… 亂世家人 亂世家人 亂世家人都行 我覺得這是樂觀 Think positive 是很重要的 你一樣都是… 是,我們應該是要… 甚麼… prepare for the worst 是吧 準備最差的時刻出現 是的 但是你不能在時刻都是這樣 我覺得… 因為我相信和有信仰的人 有很多… 我們天主教徒就說 把手的東西都放在天主手上 你看看田中的爆發 天上的飛鳥 他們都不播種 但是他們一樣是活得很開心 當然我不可以說自己是爆發 天上飛鳥 但是很多東西 冥冥中是安排 這個… 你一直活下去 你就會覺得… 還有一件事我相信 就是…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做要還的 要還的 這件事很重要 你小時候你生活得很好 我真的見過 我們一直這樣看 看小說也好 看朋友也好 看人家也好 到了某個時間 他真的是很miserable 那些人就說 你那時候有甚麼… 現在是折舵… 折舵這個字 在廣東話裡面 真是可圈可點 所以你不想自己去到一個折舵的情況 麻煩你 你的生活就要平均一點 就不要去得那麼盡 譬如你開車 有些人說 我去你開Mercedes 去到E Jolly C E S 是吧 還有甚麼 那我就會說 我不想 這也是媽媽教的 不要去到盡 夠了 夠了 因為你去到盡 你就停止了 你很害怕 例如你每年考第一 其實很害怕 這是一個危機 考第二就好了 因為你還有一個盼望 每年考第一 我想你那個壓力很大 你要維持在第一 Champion 那裡 是很辛苦的 為甚麼這麼辛苦呢 我不想 我說沒有甚麼 以前我記得我考試 測驗 測數 數學你一定會知道自己 是否正確的 有五條 每一條二十分 我做了三條 我計算到自己有六十分 我就舉手就 我每年都被修女罵我六寧主義 我不是六寧主義 因為之後我是有工作 而且我覺得很花時間 三點半放學就放學 你還要在這裡 我設定給自己 合格,就算了 就走人 我還有很多課 我不是只有數 之類之類的事情 我小時候是比較成熟 我懂得分 感情 我經常覺得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很平均 我不會去一邊 你也算了 你在我這麼多朋友裡 男性好女性 你都沒有什麼匪民 我不是沒有筆,是沒有 不是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字 就不是代表你 改變了別人 你不被人暗戀你嗎 那樣 那樣 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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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也沒有 我們真的算 我… 我… 但是我都要尊重家裡的人 對 你也要尊重家裡的人 對 你也要尊重家裡的人 對 因為很簡單 永遠 每一件事都是兩邊看的 對 你做了 如果萬一你老公也是這樣 你又如何呢 你懂得站在那個角度 我相信 我很認同 你講的 我很贊成你講的 但是我更加一個 我自己是一個 我這麼多年 我經常笑的人 你知道 我經常笑 我都在你那裡學到的 真的一笑解恩秀 因為 關公也有對頭人 你要記住 沒有人是絕對是好人 絕對是完美的人 一定有人討厭你 你要記住 不會的 如果你說全世界喜歡你的人 老實說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除非是一種人 我經常說 邪靈就可以了 你可以迷惑人 正常是不會的 所以第一件事 我自己 我是一個很不執著的人 我認為執著 是萬苦之緣 任何痛苦 很簡單 今天女性多 你的痛苦很多時候 執著 第一件事多數就是 就是因為 你會執著一個人 為何今天變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現在 你現在 就執著 人一會變 你自己也會變 為何你還要執著 他當日的對你這樣 今天變了 執著原來真的很痛苦 第二件事就是 我不喜歡比較 我有些事情 我很生氣 我不喜歡比較 我一定會比較 一定有人有錢過我 一定有人厲害過我 一定有人英俊過我 一定有人英俊過我 如果我要去比較 我經常去比較 我已經很好 不是的 我已經住在寶福縣 但是我 寶福縣是甚麼 不是 寶福縣 不是寶福縣 我向西的 我向南 都可以比 原來比較 只會帶來痛苦 不要比 旁邊的 旁邊的老公 一年賺多少錢 或者兒子 現在進去奧斯福縣 你經常比 你永遠不會得到快樂 我已經過了這一關 我已經過了這一關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個人也挺好 是我以前 我會做很多事情 要做得很好 但我不會為人交代 因為我 總而言之 我交代了自己 便足夠了 因為如果我比較 慘了 我就算坐在這座椅上 而Ling 已經出了幾本書 我已經出了一本 一本 沒有人 我又比較了 我又不開心了 一會兒看著下面 哇 這麼多年輕人 我好像年紀 你看 Terry 多個英俊 我又懶惰了 想辦法 一會兒先踩他一腳 有點懶惰 怎麼會這麼英俊 真的 你所擁有的東西 可以很好 但你不懂得珍惜 你只是看一些很無謂的比較 一定不開心 所以 第一 我不會執著 第二 我不喜歡比較 第三 我就發覺 這麼多年 我發覺一種人是很開心 而那種人 就是 善心 真的 一個人 如果他沒有 所謂的心術不正 你看得到 無論他多聰明 無論他所謂的幸福 你看得到他的樣子 是充滿著危機 充滿著仇苦 真是 真是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說政治 看看我們 我最喜歡研究一種人 因為我媽媽 小孩子的時候 說我蠢 就帶了我去 因為我經常被人騙 我還是被女生 被女生騙 噹噹厚厚 不騙人也好 還怕被人騙 帶了我 跟一個 師父 師父 不是教什麼 是教面相 原來人很有趣 很諷刺 每一個人 是窮極一生 盡量把自己的秘密 放在裡面 不想讓人知道 但是最諷刺的 原來全部的東西 是印證在你的臉上 這是你的記憶 是不會錯的 因為這一個基本上 我們叫做 testimonial 是你的證據 是一個證明 當然你懂得看 你看完後 所以人的臉上會變 就是因為你的經歷會變 他就教我看這件事 我看完之後 我終於看到原來真的 從此沒有人騙你了 你騙人了 不是 至少我知道這個人 究竟是幾壞的好人 或者幾好的壞人 我就做了很長的功夫 看我們五個特首 我就看到哪些是好人 哪些是很好的壞人 有哪些是很壞的好人 我就分得到 我們分享一下 這件事 這個做遊戲 我不要說誰 現在現任特首 是一個女人 不要說我欺負她 我覺得 這個特首有一個特性 你看到她的眉心這麼差 她很執著 這個女人 小器 很小器 很執著 但是 真不好意思 大家是女性 這是女性的天性 真的 這是大部分的女性 阿Ling算是很闊 但是很多女性 都是這件事 你要小心 這件事 很容易導致了你的婚姻 有問題 因為男人的世界是大次次的 沒有所謂 但是女人是極度有所謂 而這個 很多時候 就是你們的所謂爭論點 令到夫妻不和 很多時候 原來是這件事 我告訴你 兩夫妻很少在大事上返桌 大部分都在小事上返桌 去吃飯 買多東西 買少東西 買多一堆東西 這些是多少錢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這些 你不會因為 買多一層樓 就在這裡返桌 不會的 多數就是 她說 你已經買了一個包包 又買多一個 然後就在這裡儲 她都不理 永遠是在小事 因為女人是 所以 所以你留意一下 男人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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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到下 他的探索系統就是這樣的 原來是很窄的 女人看東西 是橫看的 橫巴巴 不是 看得闊很多 所以不要欺負女人 我經常覺得 女人不是人來的 真的 如果用人類的比較 女人是三點零 男人是二點零 是低一級的 就是進化論 所以你留意一下 男人想的東西 就是用油纏顏 女人是兩邊想的 所以為什麼男人做事 你留意一下 男人很容易 你看身邊的子女 老公男友 前度老公 前度男友 留意一樣東西 電話響 他要講電話 他有一個動作 他會關掉所有的東西 差點連心電器都會關掉 關電視 放下聲 尤其是在車上 開車 先扭小了 喂 為什麼 他在同一個時間 只可以做一件事 這是男人的特色 因為他只可以用單頁 我們叫做 女人是交通的 可以同時間 所以你留意一下 抱著電話 抱著電話 在說電話 在說是非 然後就在說 插手指甲 在錯 然後就看著 阿仔不要 然後在跌死 然後在鋪湯 你一個時間 做幾件事 很簡單 我的腳差點都可以動 女人可以做 這跟記憶有關 因為以前 人類歷史只有20萬年 在山洞的時候 男人就會出去打獵 三個月去打獵 女人在家看著我鬥 一會兒怕她被擔組 變得慣性 所以你留意你的老公 很多時候會問你 喂 老婆 喂 我 我昨天買了那罐啤酒 去哪裡了 雪櫃 開了看不到 右邊第二格 看不到 因為他只會這樣掃描 原來他不會這樣掃描 一放在旁邊 他就會尋寶 奪補奇兵 要去做冒險 才會找到 大夫不見了 那兩天 是第三格 下面那層 你睜開眼睛看看 你都不會找到 男人就是這樣 只會看這裏 不會看這裏 所以 女人 你會留意一下 這個 在我的商場裡 我經常留意到一件事發生 這件事很棒 什麼事 當一個男人跟他老婆去公司 老婆很快 在五秒鐘 當然誇張了 已經看到 這個女人跟你好像有些東西 這個秘書 感覺到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女人 但是 如果那個男人 去老婆的公司 老婆介紹他上司 他會說 謝謝你 你照過老婆 原來那個頂部 真的嗎 他不知道 還說 謝謝 真的照他老婆 這樣 他不知道 他以為是他上司 男人永遠 看不到他老婆旁邊 有什麼事 完全沒有這個 所以沒有緋聞 沒有 所以 今天男人 這裡一點點 沒有所謂 剛剛來了 王醫生 這個王醫生 但是你說兩人不夠吵 所以我經常警戒男人 不要在女人面前做一件事 不要說謊 真的 因為說謊 是每一個女人天生出來的 天賦本錢 是馬上 即是他想一個 excuse or 謊 所需要的時間 是比光速快的 就想到 陳太太去做健身 但是一個男人遲到 家裡半個小時 在車上 想了一個小時的 解釋 一看到她老婆一說 老婆都說 你真的不要作這些東西給我聽 沒有人相信 因為她一天 這個是天賦本錢 所以我留意到 男人 真的會在女人面前 這些傻瓜活動 因為這些是三點零的版本 我們只是二點零 是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是嗎? 你有說過謊話嗎? 有些善意的打法都會說 什麼善意的謊話 聽到嗎? 我不是美麗的謊言 當然可以 但實際上有些 我們稱為 這麼重要的事情 就是真的 所以 在說面上 你會留意到 幾個特首裡面 我留意到 有些特首 是深術不正的 一看就知道 有嗎? 深術不正 已經看到 一看你就 不用看字 一看就看到 我問 為何這個人是這樣的 不只是鼻勾 是整個傷 你讓他感受到 是這件事 所以我說 接著我就會問 有些人問我 既然是這樣的 他已經做特首 我說 剛才你說的 有些事情 我是一個很信恩的人 有恩 就必有說 即是說真的 要還 要還 今天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沒有意思 我相信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只是一個存在主意 其實很簡單 你不相信 有恩果 你不相信有神 這件事 其實很容易 你拿把刀 拿把槍 今天就出去搶 就搞定了 誰最有錢的 就搶了 正因為有恩果 你今天做到的事情 是會有機會還 所以我經常說 正因為這樣 在我自己的一切 價值觀之中 就算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或面對苦難 甚至面對不公 我還可以很冷靜地去看 我真的很相信 要還 會 絕對 因為在你的生命 過程中 你看到你的朋友 看到的 或是人 或是藝人 或是藝人 那些 那些人 就覺得 糟糕了 今天這樣 住在天棚 沒有屋 然後死了 沒有人知道 當年他很風光 因為他已經享受盡 所以最怕盡 這件事 永遠都不要去盡 都是有恩果的 是有恩果的 還有你對人 是怎樣 對自己 你不相信這件事 其實你整個人的價值觀 可以很離譜 是沒有的 因為沒有的話 怕甚麼 我看到 我看到 不要說甚麼 我看到你的手袋 有幾萬 我就可以轉彎 都不管了 我為了那幾萬 我就可以 捅你了 已經捅你了 因為我不相信恩果 我的價值觀 只可以為了一理 即是一己之利 我可以甚麼都做 正因為你相信恩果 很多事情 我覺得整個事 人的文明 就從那裡開始 我不會 所以我說 我自己這麼多年 因為我相信的話 我反而就會看開了很多 當我看到一些人 我剛才覺得 其實他的內心 是一點都不快樂的 對 確實 你怎麼會快樂 對嗎 下一條 我快要救了 這麼快 是啊 哇 差不多一點 不怕 不怕 說不完 你們買一本書 就很棒了 戒重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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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所有男人 女人今天面對的最大問題 戒重慾 因為 有時候 戒重慾 這件事不一定是那個慾 很多東西 我指 是啊 肉有分很多種 有名肉 食肉 性肉 性肉 財肉 每一件事都 我覺得人是 剛才我說的 因果 你也說要還 一定 任何人生 如果你想得到一種平衡 只是兩個字 中慾 絕對是中慾 因為 像吃東西一樣 坤衡飲食 是啊 我是很反對 別人吃齋 不健康也無所謂 不多就可以 對不對 人生有時候 今天放肆一點 吃多一點 豬油渣 有益 你不說 那個麵 我快寫了 豬油渣是有益的 即是不怕 我很害怕 這個不能吃 這個不能吃 這個不能吸 我經常說人生苦短 這樣是不是很無趣 是我們的生命 對不對 所以有一次我去新加坡 我真的很煩 很煩 這裡又不准 那裡又不准 什麼 即是 no drinking no smoking no pissing 不是 即是去完廁所一定要 總之 總之 每一件事 我說 人 我覺得是 我不是叫 永遠中獄 但我覺得人 是需要有些東西 是需要 是 那就是 那就是 一個 做好事 做得多 有時候 都可能 好事變壞事 我覺得 任何事情 Tommy 我們沒什麼時間 黃醫生 剛才說 在某地方 是說完話過來的 帶著一家大小 連他媽媽 老婆 阿妹 仔女 黃醫生 你幫我們說兩句 是 你年輕的醫生 真的很年輕 是我兒子的師兄 那莎莎師兄 你好 他是苦產科的 是嗎 真的很抱歉 不知道你們想我說什麼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Ling Auntie 真的是一個典範 我已經做了Auntie 聽不到 真的是我們的典範 因為 不好意思 我個人覺得 因為女士來說 今時今日 尤其是我是一個苦產科醫生 我服務的對象 全部都是女士 說真的 女士今時今日 在香港這個社會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他們不再 好像以前的年代 只是在家裡 相夫教旨 他們其實是家裡的靈魂 說真的 因為在裡面來說 你又要看子女 在外面來說 現在有很多 工作型的 笑型的女士 所以真的是一個典範 我是很支持她 謝謝你 因為 黃醫生家裡 就有一個靈魂了 Aldina 我太太 今天帶了靈魂出來 帶了靈魂出來 兩個靈魂 不然就能借靈魂 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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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支持我們 每一年都很支持 我賣廣告 其實就是 講人生的意義 就像我做這堂生意 你就這樣去賺錢 我經常都覺得沒有意思 不如找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可以互相幫忙 所以我們有 我們那些包裝 或者什麼 全部給弱勢社群幫忙 所有的產品 我們會給這個生產力出動局 我們一起想 做 因為我要向自己負責 又要向所有的讀者負責 向朋友負責 家裡負責 那我不可以做一些東西出來 又說 這個可以去班 那個可以什麼 這個是不負責任 我覺得 但是 賺快錢的人 可能他們會這樣 因為這些在香港 不用住宅 我們自己去住宅 自己去找 還有 譬如說 有些東西要去衛生處 你可以不去 但我們去 全部做齊 這個 這個也是 為何快樂的原因 因為 你快樂 別人又快樂 別人快樂 都等於自己快樂 這個 我記得小時候 讀過一本書 是梁啟超寫的 他說 最快樂的人 應該是 責任完成了 有責任感的人 所以教小孩 第一件事 要有禮貌 禮貌其實是一個責任 因為你有禮貌 你就知道 我未做好這件事 就 等於我沒有責任 以及沒有禮貌 我們說化妝 化妝也是一個禮貌 一個責任 因為我面向很多人 所以 我自己都很緊張 因為這個 在小時候 都很大 在日本的時候 我們 進升降機 都會主動 未必 日本人不喜歡 眼睛看人 很奇怪 沒有眼睛 但是 他會馬上說 我是 我們 又會這樣做 習慣了 都是這樣 在街上 上車 連駕駛的司機 都會 謝謝你 或者 下午的時候 他會說一句 こんにちは 不懂的 但是 很容易 你會 真正和諧 國民教育 都很重要 你看看今次世界杯 收拾好東西才走 看球賽的人 或者球員 輸了 在球場上 向大家 向自己的國民 支持自己人 我們輸了 對不起 進去更衣室 換衣服 洗乾淨 還要放一塊牌 謝謝俄羅斯 謝謝 我們現在離開 你會覺得很感動 可能有人教 但教的人 都會想到這件事 對吧 這件事很重要 但聽說 負責的人 那個俄羅斯女士 他們把這件事 放上Facebook 被人解僱 被人解僱 現在就是問 為何大家要解僱他們 可能是國家機密 或者大小小小 即是這樣 不過剛才你講的 其實 引生來說 人們是追求很多東西 原來歸咎 剛才你說的是快樂 但快樂 這個字太籠統 因為我曾經在另外一些專欄寫過 原來我們追求的是兩種快樂 一種叫小快樂,一種叫大快樂 很多時候我們誤會了我們追求的那些就是快樂 其實是小快樂,例如說什麼呢 小的,我很喜歡的,就是標,我買到了 或者我買了一架車,小快樂 我很喜歡這個包包,小快樂 因為為什麼?就算你很喜歡買一架車 三個月後,你連車都不用,我把錶子砍在那裡 那些小快樂來的 而人生…雖然我很喜歡天主教 但我很喜歡看佛家的那些書 原來大快樂那種追求是很長遠的 譬如說,你幫過人而得到那種快樂 不是一天一年,可能是十年後還在那裡 人有一天,很老實,是一定會死的 我們是一個肉身 而真正可以圍留下來,永恆 只有我們的精神 這件事就可以格代 就算多有錢… 那你設計的東西… 你設計啦 所以我是對藝術家、教育家、哲樂家 我是很開心的,這些是可以永恆的 我不是對商家反感,地產商反感 不過商家真的很老實 在四龍工商裡面是排最低的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問你一個問題 今天,所有人都知道 香港最有錢是誰? 李嘉誠 我問你一個問題 一百年前,中國人誰最有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一百年前 和…和生 和生呢,大概… 你真是變臭 大概…不多 在他抄家之前有二萬萬億 但也不是他最多 有人說是和生,有人說是紅頂 胡雪岩 胡雪岩? 不是,全部不是這些 是一個伊拉克,伊拉克席的猶太人 住上海的 那是甚麼花園的? 是,黑社會背景 今天你看,南京路,整條路 全部都是他的 藥妝是他的 你想想想 這個人… 蝦筒? 就是蝦筒 就是蝦筒 有人計算過,他是最有錢 但是你想想想 我真的問一百個之一 我真的問不到有五個之一 那代表甚麼? 即是說一百年後 你問回我們的後人 一百年前香港誰最有錢? 沒有人說得出李嘉誠 這是邏輯來的,記住 那即是說 因為 那時的財富 你的影響力是這麼有限 而能夠過世的 是教育家 哲學家 藝術家 慈善家 這些人的精神才會榮幸 多富有的商家 是極度短暫的 只不過 在我們今天扭曲的社會連帶 會覺得這些巨富才是所謂的偉大 但是我覺得是很好的 他鼓勵別人做善事 你越付出 即是你給得出多 即是多了 你給 你自己收回的也很多 這個世界是平衡的 是有報應的 有 有 要還的 那你就進來 所以有 他不固執就做不到 經濟學家也說 過多 無論是政府或人 過多的財富是一種罪惡 絕對是 因為 我也想過多財富 都是罪惡 政府有幾萬億的儲備 是沒有意思的 或者一個人 暴富有五千億美金 即是怎樣呢 你不要好好利用 只是放在這裡 對不對 你的帝國人 對 所以我們裡面有一篇說 男性 是的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真是 真是 所以當時我看過一個朋友 我告訴過一個男人 有一個很諷刺的故事 窮夜一生 一天做十四個小時 找來找來 整個財富 接著撥一聲 走了 接著之後 他老婆 當然是全盤接收 接著 就跟他的司機在一起了 真的很諷刺 一個人做了 一個人做了 所以 一個人做了 四十年的人 而最後 原來是 所以別人去買 Gucci Chanel 那些都不反對 因為這些錢 你不用 也不是你自己 就是這樣 但是要用得其所 那是小快樂 大快樂 歌中永恆 我很多時候 我補充 看看大家有沒有補充 這首歌 哇 很快 我補充 大家 要吃飯的時候 我補充 有什麼想說 讓你說吧 我看你不斷對著我們笑 阿炳雲 我們以前 炳雲是南高音 還是南中音 忘記了 我們一起 跟李冰老師學唱歌 永恆是老師 美術老師 音樂老師 是 實在了 我已經退休了 那麼多年的人生的經歷 都是 好像台上兩位說的 都很有同感 我們說什麼 我們掛雲煙 我們掛雲煙 對 我們大家對人生的感受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那輩人 特別是經歷過… 我們後輩而已 你還在後輩? 我們後輩 Tommy 死都不認了 我除了對音樂 有興趣之外 最主要是在教育美術方面 今天很榮幸 認識他 Tommy 是的 李先生 我教一些學生 感覺到都是比較乖 感受的人生的經歷到現在 都覺得是挺開心 但也有不開心的時候 一定 一定 這是平衡 你怎會全面開心 所以最主要是開心 我記得小時候 在鄧敬波 聽神父講道理 在網尼山 他說快樂之中有肚痛 這是正常 快樂之中 你不可能是一輩子快樂 你在快樂之中有些不快樂 這是正常的 是對的 這是平衡 令到你的人生 你可以兩邊都感受到 一輩子 太平淡無期了 因為你的生命沒有高低 這不是人生 因為很簡單 有日後有晚上 這是陰陽 一定的 你有好好的日子 也會面對不好的日子 這是正常 人生才會完美 你不能夠每次都要 全部要開心 因為你過了太久的生活 小小的痛苦 你都承受不了 那是一個災難 所以有一件事 我很記得 因為我很喜歡留意我身邊朋友的故事 有一個女人 真的 二十歲 真的入名校 二十四歲出來 就認識了一個 真的也是大家歸秀的公子 十大地產商 結婚 她一直都好 一個人好 我經常說 她的樣子拍得住周慧敏 真是無憾 你說誰 你在猜猜 只是拍得住 在猜猜 但是我告訴你 當她在五十歲的時候 面對一件小的事 她就崩潰了 就是因為她在四十多年 她都沒有甚麼錯誤 太好、太順暢 而只不過 在我們心目中 那些事 真是小菜一碟 但對她來說 已經是接受了太菜難 那就沒有錯了 你想想 我經常說 沒有錯是甚麼意思 自殺 就是誠實不到 但是我們經常說 太好的生活 是令到她 是未見過風浪 溫室長大 無論是小孩子 或者是女孩子 是很危險的 我的教育 真的很老實 所以小女孩 需要讓她跌倒嗎 不要過分保護 因為很危險 因為那是血小板 她面對的困難 我經常說 她是一個男人 三十歲之前 甚麼都沒見過 甚麼壞事都沒見過 而在三十歲 才第一次見壞事 她就回不了頭 林老師才有花蟲 是很危險的 三十歲是林老師 甚麼 又是三十歲前 甚麼都 一張白紙 對 很純版 所以沒有啊 你是Jerry 對 出去困 Jerry快要三十歲了 尤其是我們 我們的名徒 電影圈 酒店 設計圈 陷害群難娛樂 那些 我經常說 都是半邊地獄 半邊地獄 在我的長大 有三件事 未停過出現過 是 剛才說的黑社會 毒品 毒品 那邊真的很泛濫 無論我在日本 在香港 我經常見到 這幾件事 在我的生活中 不停地出現 正因為是這樣 我才會了解到 我才會有免疫能力 如果不是 就像我所說 我家對我 我家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家是… 十六歲是走出來自己住 對 我十六歲一畢業 我中學畢業 我早前幾年畢業 我就自動跟家人說 我找到房間 因為當時我只有八塊錢 八百元 八百元 我跟媽媽說 我找到房間 我要搬出去住 我想獨立 從那天開始 我就脫離了 所謂的 comfort zone 那種舒適的生活 從那天開始直到今天 所以我想面對 當然是很大風大浪 你想想 十六歲 我還記得我租屋的時候 那個屋主婆 兒子 你媽媽知道你搬出去 以為我離家出走的 我問 知道 你可不可以給你媽媽的電話 我問 我要請清楚 是的 我知道 我的兒子 我問 李太太 你可以讓你兒子出來嗎 因為我媽媽在韓國學 很親密 也知道我個性 我兒子是這樣的 他很獨立 沒事的 麻煩你照顧他 我是十六歲出來 而我出來已經見到風浪 已經 即是 所說的 所以對你的設計 有幫助 我剛才看到了 但是問題是 正因為你看見了 你明白的話 你就可以抵擋風浪 而不是 我經常說 一個35歲的男人 第一次才出來 才出來的花花世界 我告訴你 超級危險 淪陷 真的 即時淪陷 是 是 是 很快趣 做你這個侄女 大琴 OK 剛才李先生說快樂 我這十幾年 我覺得是特別快樂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轉型了 就去教一些中年的婦女 我有教美容 化妝 美格 看到她們 有些是笨手笨腳 政府就要她出來做事 但她未必出來做事 但是笨手笨腳之後 她到完班的時候 她整個人都轉變了 是的 而且 也知道要漂亮 是這麼重要的 所以 這個快樂 我覺得錢買不到 其實我也是覺得 李先生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慢慢可以 可以將小快樂轉為大快樂 謝謝Fanny